假如你将提前三分钟知道 你会遇到变态杀手 你会怎么做 我是文艳甲 就在刚刚我收拾了小号发给我的消息 我是平行世界的你 三分钟后 你会遇到一个变态杀手 变态杀手 怎么个变态法 变态杀手会以游戏的方式和你玩 然后把你当成一个猎物 在游戏中进行狩猎 游戏 都有什么游戏 我不太清楚你那儿的游戏是什么 我这儿的游戏是大逃杀 把我丢在一个岛屿上面 和杀手对峙 岛屿上只有你们两人吗 对 只有我和那个变态杀手 等等 既然你还能黯然无恙的和我对话 那说明在这场游戏当中 你获胜了 是的 猎人与猎物 身份转换就在一念之间 为什么你反杀了 我还会遇到变态杀手 我的世界会遇到我的 你的世界当然会遇到你的 明白吗 明白了 那你是怎么反杀变态杀手的呢 这个不方便透露 赢的代价是付出了一只手臂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那你别打字发语音给我听吧 没事 我一直都是语音转换文字发给你的 那大逃杀的岛屿在哪你知道吗 不知道 当时我身上并没有电子设备 但是在去岛屿之前 变态杀手和我在一间屋子里对话过 他会在那选择游戏 告诉我之后把我弄晕 醒来时已经在岛屿上了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的话我就走了 没有了 谢谢 两个人的追逐游戏 我叫上大壮 有帮手是不是更容易翻杀啊 大壮 大壮 说 今天要遇到一个变态杀手 他会选择游戏和你游玩 把你当作猎物 平行世界的我遇到的是 流放在小岛上进行追查 一群人 单独的两个人 我们俩一起去 反杀概率会不会更高 我和你想的一样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看见我们俩是两个人 就不玩大逃杀游戏了 嗯 有这种可能 两个人不确定 什么因素就更多了 你穿的黑丝 说不定可以色诱他 万一他是男同呢 我把这黑丝脱下来 你穿 你竟敢假定他的性别是男性 五 四 三 二 一 两个人 三人能玩什么刺激的游戏呢 你们俩想一个 可以三个人一同玩的游戏 如何 一二三木头人 王者荣耀 你说你得有什么机灵呢 还没有认真你现在的状况吗 你旁边这位女士就是比你看得清 可惜了 我并不喜欢黑子 所以你是男同 哎 哎 哎 你妈 你大妈 你把他弄死了 游戏可就不好玩了 所以我瞄准的是大腿 而不是心脏 你倒是很冷静 你说说 还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死亡左轮 马铁老鼠 天黑紧闭 你的回答 我不太满意 你说的这些 我都玩过了 国王游戏 哦 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呢 是那个需要无条件服从国王哲令的游戏吗 是 那我们要怎么选择国王呢 剪刀石头布 剩的那个等国王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看来你很想等这个国王嘛 但是 以你们现在这样 我可以一直玩赖到我是国王 随便你 被绑的手能动吗 来 我们俩一直出步 输给他 你真要玩 我还以为你在拖时间 还要输给他 听我的就是 让他当国王 他国王 我们俩还有活路吗 放心 听我的 就出步 你们俩眼神示意半天 商量好出什么了吗 好了 来吧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不好意思 第二把我就是国王了 要让你们干嘛呢 先互相统一的 什么时候 你们俩在干嘛 这怎么出现的一个断头台 还有 我为什么不能动啊 你妈的 你们俩到底干了什么 不 为什么会这样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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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没说 你是哪国的国王 法国的是吧 请不吝点赞 Mike